112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25號將在南投登場 市長謝國良親自授起給基隆代表隊 勤勉接下來的賽會中期開得勝 作為一個盡力的 努力的表現 然後回來我們再來好好的慶功 試驗服鼓勵選手和教練爭取家機 獎金第一名由4萬元提升到6萬元 第二名2萬元提升到3萬元 希望激勵選手爭取金牌的決心 我們基隆有幾個強項 比如地板滾球 然後我們的天葬的保齡球跟強項 所以在市場的價值之下 我們技能成績可能會更好 而且我們金融市場在長項這一塊做得比隔離縣市更溫馨 我們各區有各區健走 專門為長項這些好朋友設得我們健走 圍棋 圍棋四天的運動賽事 金融代表隊總計有181人代表參賽 將參加10個競賽項目 包括田徑 游泳 羽球 桌球等 市場有些國良期許 希望能夠突破111年5千8贏7筒的成績 一年的全國生性障礙運動會在南投舉行 我們金融市有181名的選手參加 然後總共有10項的一個比賽 那這個非常非常難得 就是因為這些朋友們都不是非常方便 但是都願意出來一起運動 那今年的全倡運呢 我們副市長也親自接聖火 然後市長也親自為大家授齊 而且我們今年獎勵金也提高 都顯示我們金融市政府對身心障礙朋友的一個照顧 在這個比賽呢 我們希望我們的所有朋友們 不管是身心障礙的好朋友 都能夠走出戶外 然後來健康運動 跟正常的朋友一樣可以一起運動 那相關的參賽的車資啊 住宿啊 補助 我們現在爸爸市長這邊都非常的支持 都可以補助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走出戶外 然後可以多多運動 授齊典禮特別邀請了金融市身心障礙運動委員會主委 吳正義 立委林佩祥秘珠 特別執政嘉蔡金 期許選手能夠發揮最好表現 為金融市爭光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